台湾娱乐圈因为黄子角的自曝陷入了一片混乱,大小S更是被架在了火山烤。 京城少爷汪小飞用了半年时间没有说清楚的事情,黄子角一个视频给解释得明明白白。 大S虽然已经及时发声明辟谣,不过网友们并不打算买账。 大小S姐妹的黑料太多,其实从汪小飞张兰和大S一家这半年来的骂战中就能够窥探一二。 每一次总是汪小飞先认怂,不过是因为汪小飞的大男子主义,加上孩子都在大S手里,不看僧面看佛面,只能忍气吞声,不断给大S打钱。 大S每次出事看起来都是云淡风轻,甚至没有一次亲自下场开思。 不是经纪人出面,就是小S帮忙,甚至连光头歌剧俊叶都被推上风口浪尖,被迫在台湾买了一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。 唯有大S稳如泰山,坐在背后轻松拿捏汪小飞。 去年,汪小飞和大S的纠纷引起了广泛关注,他们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成为了网友们的热议话题。 无论是汪小飞所提到的天价电费,还是对聚军业的指责,抱怨他甚至买不起床垫,以及曝光大S息为禁品等一系列事件,都没有让网友们站在汪小飞这一边,反而认为他在发疯诋毁大S。 一开始大家普遍认为,汪小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,没有履行起对孩子的养育责任,而现在却看到了他疯狂心疼的一面。 回想起去年汪小飞发表的言论,如今这些言论已经成为好男人的代名词。 当时大S面对汪小飞的指责,直接理直气壮地发文澄清, 我和我妹没有稀微禁品,因为我俩心脏不好,不具备条件。 大S的坦诚让很多网友相信了他的话,觉得汪小飞只是在胡言乱语,编造事实。 然而,如今看来,汪小飞的话也未必全是错的。 事实上,无论是小S、聚俊叶还是汪小飞自己,他们都透露过大S的身体虚弱,几乎无法下床,甚至上厕所都需要聚俊叶扶着去,连吃饭都得在床上被人喂。 虽然我们都知道大小S的身体都不太好,但达到这个程度仍然令人惊讶。 一个正常人连基本的日常行动都需要他人帮助,这还能称之为正常吗? 尽管大S一直声称自己的心脏问题导致了这种情况,在去年这个解释可能会被人们接受,但如今这种说法在公众眼中已经不太可信。 根据他们的描述,大S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。 然而,运动和行动是有区别的,行动能力仅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求。 因此,有网友怀疑汪小飞所说的都是真的,是他被冤枉了。 想起汪小飞之前所说的为大S缴纳的天价电费,更加令人怀疑。 有人猜测大S在家里种植微禁品,因为微禁品需要光合作用,必须有阳光照射,但在室外容易被发现,所以只能在家中使用白赤灯照明。 短时间使用这种灯进行照射不会消耗太多电量,但如果长时间使用,电费就会大幅上涨。 这或许就是我们看到的天价电费的原因。 结果这一切和黄子角的爆料竟然全都对上了,就连和汪小飞不对付的台湾记者葛思奇,都承认了黄子角说的95%都是真的。 网友们来来回回对比,才发现原来这对姐妹花从来都不是好人,从小就是小太妹。 这样一想,汪小飞真可谓一个绝世好男人,一直都没有辜负大S,甚至一直帮助大S隐瞒事实。 他为此保守了这么久,而大S却经常在媒体面前公开抨击汪小飞,背地里还进行离婚的小动作。 不管是被爆出稀微禁品,还是被爆出婚内出轨聚聚业,大S都能轻松化解。 小S因为床垫大战,面子里子都丢了,丈夫出轨,甚至在外面公然养小三,婆婆都将私生子抱在怀里了,小S都不敢吭气。 一家子两败俱伤,唯有大S分毫未损。 甚至还逼着汪小飞继续支付巨额抚养费,连看望个孩子都得看大S脸色。 恶人自有恶人魔,黄子角发疯一般的自爆,让大S无处遁形。 原本张兰和汪小飞的爆料,还有很多人不相信,毕竟大S又是癫痫,又是心脏病的。 吃的药里面带有一些兴奋的成分也正常,大S一家还不断卖惨,称良姐妹心脏都不好,根本不可能稀微禁品。 都说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。 小时候就搞霸凌,小团体,聚众稀微禁品,长大后又能好到哪里去? 回想起汪小飞和大S一家的一次聚会中,汪小飞出去了一会,回来大S就飘飘欲仙,从直播中还能听到汪小飞怒吼,给她吃了什么? 想来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这一次黄子脚的爆料,让S姐妹花无处遁形。 为了转移视线,闫亚伦被推出来挡枪,可这并不代表这些事情就可以完美解决。 为了把自己摘干净,大S又想到了更好的办法转移目标,都说稀微禁品的人没有办法生孩子。 于是,这两天就有台湾媒体爆料,大S已经怀孕九个月了。 聚俊叶对于怀孕的妻子更是倍加细心,大S每天躺在床上不下地,吃饭上厕所都得聚俊叶抱着,聚俊叶这样精心地呵护就是为了保胎,尤其是现在即将临盆,更是对大S寸步不离。 消息一出,大S前婆婆就在直播里辟谣,又是将东西塞进肚子里,又是掉出来。 一句话没有说,大家就明白了张岚想要表达的意思。 这不过是大S用来转移视线的方法,毕竟聚众稀微禁品,强迫别人稀微禁品这样的事情,被查出来可能就会面临牢狱之灾。 尽力否认,转移视线,让网友们忘记大瓜,这才是正事。 大S这一番操作也是厉害。 今年年初和汪小飞口水大战中,大S因为床垫问题和刷汪小飞卡买结婚戒指等事情,被网友们追着骂的时候。 大S就拿出怀孕来转移视线过,当时S一家过年聚在一起,大S小腹微微隆起,很多人怀疑大S可能是怀孕了。 甚至台湾媒体还给出了确切的时间,大概是三个月左右。 随着汪小飞和S妈和解,S妈带着汪小飞看孩子后,大S怀孕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。 大S的发言人S妈也亲自下场辟谣,称大S年纪已经大了,根本没考虑过怀孕,她的身体也承受不住,身体健康最重要。 S妈的一番话,直接否认了大S怀孕的事实,顺便还暗示吃瓜群众,大S大概率不会再生养了。 如今,大小S稀微禁品这样的丑闻爆出后,大S再次拿着怀孕说是,明眼人一看就是在转移视线。 一张图片都没有,仅仅是因为聚菌夜喂饭,把尿就说大S怀孕,还九个月了,着实有些小看网友的智商了。 每天躺在床上,吃饭靠聚菌夜喂,甚至上厕所还得聚菌夜抱着。 这不是当初小S夸赞姐姐姐夫感情好时候的说辞吗? 因为这样的说辞,很多人还怀疑大S的精神状态,不少人还觉得大S就是细微禁品科多了,才导致身体一直飘飘然,连走路都成问题。 现在又变成怀孕九个月了,这一个说辞,八百个条件套用,还真不愧是大S。 好在现在的网友也都聪明了,不会被带着走。 大S在生二胎时,癫痫复发,甚至差点没了性命。 如今才和聚菌夜结婚一年,聚菌夜还赚不到几个钱,这样的情况下,大S会再生孩子吗? 再者说,大S都多少岁了,当初不是高龄产妇,怀孕生子都差点要了性命,现在都成高龄产妇了,当然身体最重要。 怀孕三个月消息传出的时候,S妈就已经辟谣了,称大S身体不好,不可能怀孕。 现在再出怀孕的绯闻,不过是大S转移视线的好手段。 毕竟稀微静品的人怎么可能安稳怀孕到九个月,这招怀孕牌打出,直接让黄子角的爆料成为污蔑。 后期没有生下孩子,还可以怨到黄子角头上,因为黄子角污蔑,导致大S气急攻心,孩子不下心流产了,一举两得,如亦算盘打的真相。 小S被爆稀微禁品之后,一直处在舆论的漩涡当中,按理说,这个时候最需要有人陪伴,特别是大S的老公聚菌夜了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聚菌夜居然跑韩国给好友庆生去了,从视频里也不难看出,回到韩国的聚菌夜真的是非常的高兴,又唱又跳的,一点看不出来有一丝丝的忧虑。 老婆稀微禁品,这都是天大的事情,弄不好都是要坐牢的,结果聚菌夜却如此的兴奋,看来所谓的合约情侣已经坐实了吧。 真的假不了,假得真不了,一个人说的话可以算是污蔑,几个人同样的控诉,恐怕嫌疑真的很难消除,虽然台湾警方明确说明不会调查大小S,但是这并不代表,他们是无辜的。 如果真的是无辜的,赶紧拿出证据吧。